一人王中平跟余浩然女儿韩非 去年到加拿大念书 不过最近回到台湾 并且在隔离当中 在IGPO出了一家五口 正在防疫旅馆 这个检疫旅馆的楼下 跟楼上他来对看 甚至呢 他在照片当中也标出了 每一位家人 他说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标对 那么余浩然也在IGPO出 五个人的眼光视角 看起来一家人感情 真的是非常的好 十分暖心 再看到是接龙有妇产科 昨天轻爆 是婴儿的集体染疫 总共有六名的婴儿 跟三名的护理人确诊 民众爆料说 这诊所早就已经出现 护理人染疫了 但是隐匿了疫情 但诊所现在出片澄清说 绝对没有隐匿 还说诊所也是疫情下的受害者 救护车停在妇产科诊所前 将确诊的工作人员 送到别家医院接受治疗 基隆24号爆出妇产科院内感染 分别是三名工作人员 六名婴儿 总共九人染疫 目前其中两名婴儿 因为血氧状况不够稳定 已经送到林口长庚医院治疗 其余四名则是留在诊所内观察 婴儿集体染疫传出后 有民众爆料 这家妇产科 21号就得知有员工染疫 却隐匿疫情 对此妇产科也出面驳斥 22号凌晨 得知有员工出现呼吸道症状 快晒阳性 在22号上午就通报 卫生主管机关 并于24小时内 完成全院员工产妇 婴儿及家属的PCR裁件 同时停止婴儿式运作 绝无隐匿疫情 疫情扩大蔓延 原格说想我们诊所 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并不是一个隐匿疫情 而造成别人感染的加害者 由于医疗资源不足 妇产科希望院内的 四名染疫婴儿 能赶快转院 这四位感染的宝宝呢 看能不能移动到其他的地方 来做观察 疫情烧进妇产科 诊所紧急停业 等待全面清销 以免病毒扩散到更多家庭 记者朱丁龙 王毅的基隆报道 好 再看到指挥官陈日中 昨天首都证实 快筛实名制最快在5月初 能够上路 大家现在买到了吗 但是疫情严峻 请大家使用快筛试剂的需求大增 像是连锁药装 在今天上架开卖无外分 但是在这边我们也要来看到 大家的呼吁 然后这位网友他说 他在药妆店终于买到了 电话被打爆了 但是数量不多 只能够买一盒 才能够对现场所有的观众 来对所有的民众客人公平 为什么要骂不够呢 因为这个居高价格这么高 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大家 能够跟民众说情 要冷静 不要再发出当时口罩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提出的建议 跟你的支持 再来看到是 苏仁昌在昨天拍板 居家隔离缩短3加4 前三天居家隔离 后四天快筛阴性出门 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是不是有隔 跟没有隔一样 还有人问问 这个快筛的钱谁来出 也有人说 既然这样的一个决定 干脆宣布不要隔 也不要戴口罩好了 不过因为确诊不断的攀升 要快筛 或是到医院做PC 要确诊到底有没有染疫 很多人做了这个快筛 或是检测之后 都觉得蛮痛的 甚至还流血了 我们请医师来教教大家 如何自行快筛 还有到医院来做PC 能够快速 并且无痛的完成裁剪 基隆火车站裁剪人潮 从车站内排到车站外 在疫情非常时刻 筛简已经成为你我的日常 但到底怎么筛才不会痛 要往上 上扬让这个角度 可以直接比较平顺的 可以直接从上步或是下步 循着它的这个所谓 边缘慢慢的滑进去 因为我们的鼻腔里面 都很粘溢 所以基本上 还是可以慢慢的滑进去 这样比较不会痛 头部微微往上扬 快筛棒 沿着鼻腔下缘 慢慢深入 感觉碰到鼻壁 觉得想流眼泪时 已经够深入 转五圈就可以把快筛棒 拿出来浸泡在试剂内 另外PCR裁剪也有秘诀 裁剪棒插入鼻腔时 嘴巴为张 配合深入节奏 慢慢呼吸也能减缓不适 许多人好不容易买到快筛 试剂 但一想到要把那么长的快筛棒 伸入鼻腔中 还是会怕痛 不敢使用 干脆请别人代劳 但医师表示 除非是专业医护 否则自己来做 只要掌握秘诀 顶多留下眼泪 比找别人来帮忙 更能轻松完成 记者杨氏区 陈嘉伦台北 采访不到 好 疫情升温 怕居隔的人越来越多 影响医疗量能 台北市场科问者宣布 24号开始 北市医护跟防疫相关人员 以筛代隔 就算被匡列 裁减阴性 能够正常上班 新北市场侯仪表示 去年新北超前部署 也加码地含话中央 希望事办居隔转型 就要审核通过之后 即便是被匡列的亲密接触者 也能够以筛代隔 只要筛减阴性 就不用居隔 奔推秦升温 被居隔的人数也破万 甚至还在不断增加当中 就怕在居隔下去 社会会会无法正常运作 台北市决定要让第一二类族群 率先启动 以筛代隔 难道有一个确诊 整个停摆吗 那我后面还有两千多个人 要照顾他怎么处理 医护人员跟防疫直接相关人员 一定要首先排除掉 标准动作应该是 每天早上做快筛 阴性的就继续上班 阳性的才捞出来 我觉得最慢最慢明天 其实今天就可以开始了 北市府宣布 即日起只要是第一二类 像是医护或是防疫人员 只要被匡列时密切接触者 若没打三剂疫苗 还是得居隔 但如果已经打完三剂疫苗 就可以试用以筛代隔 只要是阴性就能正常上班 未来还可能扩大 以筛代隔的使用范围 包括公共运输 批发市场 以及学校教职员 都可能试用 但身为共同生活圈的新北 却说以筛代隔 早在去年就上路了 侯友宜还说 新北要超前部署 比中央还要前进一步 这回要放宽的解割对象 竟然是第一圈的亲密接触者 新北市府规划 未来只要是确诊者的同住家人 或是亲密接触者 改称居隔转型之后 快晒阴性就能正常上班 来借此减少居隔人数 尽管疫情严峻 为了不偷垮社会的正常运作 地方首长们嚼尽脑汁 想办法与病毒共存 记者杨七号 徐光豪 SNG小组台北新北报道 往往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像我们中天 全天摄影棚 都是不停地以水层物化气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随时喷的话 水神 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